今天要來開箱 漢萊島嶼自助餐 最新推出下午茶Buffet 干貝牛排 一吃全品香攻略 住宿加早餐吃到飽開箱 招牌補物麵包 各式蛋料理 無邊際恆溫泳池 漢萊大飯店最完整開箱 這集你一定不能錯過 大家好我傑克 今天人在漢萊大飯店的17樓 今天要來開箱 7年12月正式開幕的漢萊大飯店的住宿加 今年1月新推出的漢萊島嶼下午茶 因為我今天有去開箱過漢萊大飯店的 島嶼自助餐的晚餐 吃了它的全品香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看看 它2024年1月全新推出的下午茶 和它的住宿和早餐 來看看它的飯店設施 下午茶和早餐 早餐的猜測會跟晚餐有什麼差異吧 然後它5樓也有個無邊際游泳池 聽說是溫水游泳池 外面室外溫度大概只有5度 但是它的無邊際游泳池是溫水游泳池 所以5度也可以照樣游 那我們等一下先去游個游 然後我今天住的是它的雙人豪華客房 它的景觀還不錯 而且從這邊就可以看到它的 5樓的教堂 和它的無邊際游泳池 蠻漂亮的 冰箱也有附滿多 五酒精和有酒精的飲料 有酒精好像另外收費 然後也有膠囊咖啡機 浴室也有浴缸 乾絲分離 整體住起來都還不錯 那我們趕快去吃它的 炭萊島嶼下午茶吧 Let's go 好我們現在進來下午茶 那下午茶的用餐時間是2點半到4點半 兩個小時而已 然後我剛剛去拍攝 大部分菜色幾乎都跟晚餐一樣 但是它便宜300塊 就是用餐時間少了2個小時 所以我今天就是拿 我平常來吃都會拿的好料 就不會全品這樣介紹了 然後帶你們看看 島嶼必吃菜色 然後那我們直接開吃吧 島嶼它就是 基本上就是要搭配酒來一起享用 所以盡量不要開車來 然後我每次來這邊 就是狂喝這個飲冰氣泡酒 因為這個酒感不會那麼重 手捲的話 我只拿干貝海膽手捲 手捲烤過脆脆的口感 加上干貝海膽鮮甜真的很不錯 先來吃烤田螺 上次吃晚餐太忙沒有吃到 我覺得現在也是必吃的 帶點麵包 哇很脆 它蒜香奶油的口感還蠻重的 然後我們狂吃 包區的三大煲湯 它最爽的就是這個酒蒸蛤蜊 因為它煮完酒全部都蒸發了 所以它不用喝湯 黃絲蛤蜊就對了 它的蛤蜊超大 裡面全部都是 咪酒跟蛤蜊的鮮味 真的爽 再來是鮮蚵包湯 鮮蚵超鮮甜 蛋味超濃郁 真的爽 現在還是帝王蟹龍蝦蛤蜊麻油湯 包湯必喝的 淡淡的麻油味 喝起來非常的溫暖 冬天就是要來喝一杯的 讚的 爽吃帝王蟹 吃完包湯區非常的溫暖開胃 現在來吃生魚片區啦 鮮魚的鮮魚就是比較肥 好像切得比較厚 鮮魚片區我只拿三種 我就拿這個大木鮪魚 還有海莉 還有鮭魚 我只拿這三種 必吃的 這個鮪魚的油花就是非常的油 油的生魚片吃起來就是很爽 炙燒壽司 我只拿三種 炙燒干貝 筆木魚跟赤蝦 干貝真的超鮮甜 筆木魚 筆木魚的話在嘴裡的口感 但是沒有人可以比得上 赤蝦 筆木魚是我覺得最好吃的 然後剛剛那三款 吃筆 柳橙汁 好像不是很甜 糖可能加的不多 因為味的柳橙汁 它開胃小菜區域很多種 只要拿鮑魚就好了 下面帶一片蘿蔔片簡易 很清爽的口感 然後剩一片它 它這個有些一盤一盤的 我覺得也是必拿的 因為上面就是有 干貝 甜蝦 鮭魚 都是一些很不錯的 單點品質 光拿就對了 生干貝 飲料我都已經拿這個抹茶 歐雷 我超愛喝這個 它的歐雷非常濃郁 要攪拌一下喝比較好 我已經再帶點抹茶的苦味 來吃煙燻鮭魚 非常的厚 哇好啦我們現在來吃它的 干貝炒蝦菊 那時候我來吃它 它是一個干貝配一個炒蝦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你可以跟師傅說 你要干貝或炒蝦 像我比較喜歡吃干貝 我只拿干貝 干貝自由 我們現在來吃 我們現在來吃島嶼的乾醬 汗來的乾醬都蠻有名的 下午茶好像少了魚子醬乾醬 晚上的話好像都會多魚子醬乾醬 我每次都拿這個餅乾 然後一定要拿它旁邊的起司 這個乾醬配這個鹹餅乾 再搭配起司 乾醬起司鹹餅乾 一口吃 鹹香軟嫩真的超爽 我每次吃一個就要搭一杯氣泡酒 趕快來吃第二個 好我們第一個吃完啦 那我們現在開工它的熟食 先來吃鵝肉麵 聽說島嶼的鵝肉麵蠻強的 那個鵝油的香氣 通通在麵裡非常香 電皮鴨肉 這個直接一口吃啦 脆皮鴨肉真的讚 牛炸湯 哇這個牛肉真的是超多 整個牛油的香氣 我們現在來吃 看來的排菜 戰斧豬排還蠻大的 它那個表皮直火煎很脆 很香 哇羊排 羊排比較厚一點 開始吃直火牛排 直火牛排吃到飽 蛤蜊製油 哇這是三盆的量 包區這個蛤蜊真的太強了 蛤蜊份量少都吃不飽 所以可以狂吃真的很爽 來吃碳烤生蜊 烤區必拿的 爆汁的口感非常的鮮耶 現在來吃它這盤很強的肉品類 島嶼招牌之一 一桶仔雞 海南雞 黃金脆皮豬 吃肉就是要配炒飯 一品聯名東坡肉 一品聯名東坡肉 聯名東坡肉超好吃的 肥瘦香煎入口即化 島嶼的牛小排 這個我覺得也是必拿的 我覺得島嶼的牛小排 比續集的牛小排還要好吃 一吃就下來 是那種非常軟嫩的牛小排 櫻瓜 櫻瓜 炸鮑魚 這個粉裹得有點厚 炸蝦天賦魯 島嶼的真是讚 炸生蠔必拿 炸生蠔跟天賦魯 它的麵衣都超酥 搭配它這個醬真的是還滿讚的炸物 我們剩10分鐘趕快吃甜點 稍微吧 我們剛剛聽到的甜點 它的Gilato液式冰淇淋還在製作中 可惜今天沒辦法吃到好慘 那我們現在也吃下午茶才有的昭和布丁 這個布丁很強喔 它是非常細緻的口感 而且它沒有到很甜 非常的剛好 這種布丁外面鍛鍊一顆是只要巴士 這個超強 鳳梨酥 這個好像也是下午茶才有的鳳梨酥 它的餡料滿多的還不錯 巧克力 哇這個巧克力還滿甜的 可麗露 我覺得島嶼的可麗露算是非常的好吃 它大小沒有很大就剛好一口 外面超脆 抹茶馬卡龍 草莓馬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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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盆子馬卡龍 它的馬卡龍是那種比較黏牙 不是那種脆的馬卡龍 芒果百香泡芙 裡面吃料很冰 很清爽的口感 這樣吃下來我會覺得 高和布丁有讓我驚豔到 它那個水準真的是 是單點級布丁 來吃下午茶一定要拿這個招和布丁 好那我們時間到了 那我們現在去體驗它的住宿 加油泳池開箱吧 現在晚上八點 現在室外只有五度 因為今天霸王級寒流來超冷的 因為今天霸王級寒流來超冷的 都沒有人來游泳 讓我們趕快下水游泳吧 現在晚上八點 還是滿洩愛的 Choice 有時候吃零促 好吧 我們這麼說 今天 這個 有時候 喝醉了 嗎 這 真的 請 哇,我們現在入座啦 然後剛剛花了很多時間 拿他的菜品,超多超爽 好,那我們準備一一來開吃介紹吧 今天讓你在家就能輕鬆吃到威靈頓牛排 五神公爵威靈頓專賣的牛排包裝非常可愛 還有加購的三包醬汁跟薯米 搭熱方式很簡單 烤箱氣炸鍋都可以 230度烤40分鐘,靜置25分鐘就能開吃啦 表皮超酥脆 手炒蘑菇餡與西班牙生火腿 包覆著菲利粉嫩又多汁 搭配紅酒醬與奶油醬 直接吃到讓你升天 一口一口吃不停 想在家吃牛排的各位 趕快手刀五指公爵下單起來 老樣子騎手來吃他的牛奶麥片嗎 嗯,他這邊除了麥片跟牛奶 他旁邊還有放一些水果 我還加水蜜桃跟小橘子 我第一次看到可以加水果 我還裝了一杯冰牛奶 牛奶次油 現在來喝一碗牛肉湯吧 他的牛肉湯還可以加小鳥蛋 現蔥牛肉湯 兩片牛肉還算薄 好,我們現在來吃台中名產燒肉蛋吐司 他的生菜蠻脆的 然後配上他的薄片燒肉 和一片和一個蛋 好,OK 現在來吃脆培根 培根果然還是要吃軟的 脆的還是吃不習慣 肉醬一大麵 他那個肉醬一大麵 還非常好吃 整鍋熱騰騰的 拿玻璃一大麵 而且非常濃郁 番茄味很重,我很喜歡 雞肉早餐腸 配上這個番茄野菇橘豆 這個雞肉早餐腸好不錯 好,現在我們來吃這盤全蛋早餐吧 現在來吃炒蛋 蘑菇炒蛋 他炒蛋是松露口味的 松露味很濃 然後他這邊還有松露白醬 直接變松露野菇炒蛋了 超好吃的 烤牛番茄 現煎烏骨蛋 他有加一些起司 像這邊的烏骨蛋 是用鐵板去做的 其他地方可能是拿平底鍋 這邊就直接煎在鐵板上 很有厚度 也是兩口大小 全熟蛋 太陽蛋 太陽蛋在我口裡爆蛋 現切火腿 這個現切火腿吃起來粉粉的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火腿 龍蝦寶 這個龍蝦寶好像是馬鈴薯沙拉寶 裡面沒有龍蝦 鍋貼 把油玉米 烤香腸 烤的還蠻滷味的 高麗菜 烤鹹豬肉 烤鹹豬肉 入鍋子 我們ικQ easy 滑鹹 滑鹹的 是花枝丸 烤青米 烤物都川的不錯 黑輪片 它烤得很脆 它的現做飯糰 裡面有肉鬆菜脯 還有一些小油條 這個現做飯糰好不錯 口感還蠻豐富的 現在吃這個義品東坡肉 這個下午茶晚餐全部都有 早餐竟然也有 鴨肉 這個鴨肉蠻滷的 再吃鮮魚 它這個鮮魚感覺就是 有點煮過頭 那個肉質有點老 來吃吃炒飯 他人炒飯還不錯 現在吃海南雞飯 這個海南雞飯還不錯吃 偏硬的飯 我現在吃煙燻鮭魚 帶皮馬鈴薯 好現在吃生菜沙拉羅曼 它沙拉區超多種沙拉 它也都很新鮮 還不錯 再吃它的薄腿腸 有三種 都還不錯 它的早餐也有乾醬還不錯 原味乾醬 加起司和鮮餅乾 嗯 那我們再去拿下一輪嗎 哇好我們現在第二輪拿回來了 大概都吃了一遍 早餐實力沒有到很好 所以就大概每個平箱吃個一分就好 那我們現在來吃皮蛋瘦肉粥吧 現煮的 很溫暖 有些肉末的口感 我之前看它本來好像 有絲木魚粥 可是好像沒有看到 只有皮蛋瘦肉粥 國安早餐還是要吃點粥類 比較清淡 會比較溫暖 也有舒適 現在來吃他們的炸屋區 鹹酥雞 鹹酥雞炸得有點過熟 但是它的皮是酥的沒有肉汁 再試一塊 三角薯餅 章魚燒 章魚燒還不錯 炸腐皮先下酒 來喝完喬達農湯 抹茶豆皮壽司 一咬下去就是那個抹茶的 那種重口感抹茶 很酷 第一次吃到這種豆皮壽司 蠻猛的 鮮蝦壽司 算是早上唯一的海鮮了 不過它早上也有壽司區還不錯 早上還有溫泉蛋自油 半熟的還不錯 蜂糖鬆餅 嗯 蜂糖鬆餅 它的鬆餅真的有點厚 現在吃這盤豐盛的麵包 它的麵包還蠻強的 水果丹麥 中間是那種深層的口感 是這個很像披薩 它下面是很像厚片的食物 那種披薩 可頌 它可頌很酥喔 這是巧克力丹麟絲 來吃這個很像甜甜圈的東西 這很像那個雙包胎 或者是那種古早味甜甜圈 它上面是那種糖粉 這超好吃的 來吃最後這個葡萄乾的 這個也不錯 好啊 我吃完它 我吃完就吃了嘴唇吧 哇好我們早餐吃完了 因為今天有點冷 早餐沒什麼食慾 所以沒有吃到很多 不過大概都還是吃而已 那我吃完的感想就是 它一個人的價位是 890元加10%服務費 算是有點高單價的早餐 一個人大概要1000元 然後如果是住宿的話 才有含早餐 那我吃下來的感想就是 它的麵包還蠻強的 就是看來的招牌古物麵包 蠻多種 早餐也有一些壽司 跟蝦壽司 但是種類不會到很多 然後也有一些炸物 烤物沙拉 該有的都有 但是感覺那種大菜 或者是海鮮的部分 就是比較沒有 它早上包上去和甜點 都是沒有開放 所以會少了兩大區 感覺就會少了一些東西 然後進去的飲料的話 它會直接擺四五種飲料 就沒有那種現搖飲料 大概是這樣的差異 蠻多飯類跟麵包 會比較容易吃飽 然後下午茶的部分 幾乎就是跟晚餐一樣 但是價錢比較便宜 然後只有兩個小時 吃了有點趕 所以只要挑重點菜設施就好 如果食量不大的 或者是兩個小時覺得夠吃了 其實就可以不用花那麼多錢 去吃下午茶 只要吃晚餐就好 然後漢萊大飯店的住宿 整體來說都還不錯 尤其它的溫水游泳室 讓我在五度非常冷的冬天 也可以暢快的游泳 還有SPA三溫暖 在冬天泡一下真的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漢萊大飯店 住宿下午茶跟早餐的開箱 看想看有開箱什麼飯店或自助餐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我是傑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